海洋公園 以前的人進來海洋公園 其實最主要就是進海洋館 看看魚 我們在三年前開了一個新的水浴館 海洋騎工 那時候已經插畫了 希望可以用舊水浴館做些什麼 就在館裡做了這麼久 就知道感覺如何 現在轉了鯊魚館 鯊魚是大很多的 三十多年前 進來海洋館看魚 已經覺得很新奇 因為在香港來說 沒有這麼大的崗 可以讓人看到 以前沒有釣機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需要用人力 因為時代進步了 我們可以縮短搬運沙魚 和鯊魚的時間 減低他們受害的機器 減低他們受害的機器 有很多回憶 有很多時候 一散鬚 哇! 很厲害! 其實海洋館的設計就是這樣 在面頭走下去 你先看到海 然後一路走到海底 我們有數量大概過一百條 體型比較大的可能是鯊魚 還有這麼多年裡 我們成功繁殖了不同的鯊魚和鯊魚 第二代是黑點斗布 黑奇招鯊 白奇招鯊 希望可以減少大量的捕鯊魚 做一些綠色消費者 即是環保海鮮 尊重海洋生態 最希望給觀眾的就是 給他們新鮮的感覺 對自己也有些要求 對公司也有些要求 我希望這個新的鯊魚館 會是很吸引人的 希望多些人去喜歡這個館 多些人去啟發他們保護海洋 自然而言 既然有些人去做 當時用海洋生態 與我們訪問 絡情要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每天都知道 誰也知道 那些予以後 一定是在有事 到外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